不为教徒 佛经不许念的很多 记住几句话了 一生受用无穷 顺顺佛陀的教会 若谁断念修杂念的 有人很不少 自以为很能干 很聪明 立根人 上根人 他学得你 他学得很多 学得很多 这样的人 现在成为佛修家了 光修多文 他到往生怎么样呢 百中西得一儿 一百个人当中 难得有一点多 千中 西得三四 李宾老常常跟我们说 台中联系是他创办的 他不说别人 说台中联系的联影 我跟他老人家 那一年 台中联系是周年 我记得那一年 我三十二岁 三十一二十三十二 李老师在台中 联系已经成立 神殿 联系有多少呢 二十万人 联系里都有名称 我跟老师设你 我离开台中联系的时候 联系的联系又设你了 二十年了 联系的名称已经到五十万了 我跟老师开玩笑 问老师 你要想到台中市长 只要说一声 大家 每一个同修给你 拉个一两票 你就文文荡荡当选了 老师不会干这个事情 老师怎么说呢 我们的联友 联佛的联友 一万个人当中 能往生的 只有三五国 不成比例 什么原因呢 对世缘放不下 此地讲的 雜缘放不下 正念提不起来 换句话实 齐心动念 还是自私私地 还是离不开明文理 随道离民宗时 就是考验 真正能往生 是真不多 这个就是 除了杂修给专修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两个世界 真相 没搞清楚 四十真相 是缩破真苦 极乐是真落 认识不清楚 贪念缩破世界 凑了 一点点小小的利益 你都会受诱惑 那大的利益 就更不必说了 我们中国古人常说 高明厚礼 高明是大官 部长总理 你动不动心 厚礼 背一动不动心 你动不动心 你动心就完了 只有真正明达 四十真相 佛经上说的 诸法是下了 真正通达 你才真能放得下了 采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没有白奖 四十九年很辛苦 讲经教学的目的是什么 无非是帮助我们 无非是帮助我们 断一身心 断一身心 你要是不听 不学 你的信心 坚定的信心 建立不起来 很容易受理我